大家好,我是惠子 今天呢我要錄一個隨機步道 因為我本來今天想去滑雪的 但是呢 好像是因為天氣變熱了 而且滑雪的地方太遠 後來反正就臨時放棄了 然後今天打算去第一次試一次劇本紗 從來沒有試過劇本紗 嗯,但是也沒有買票 然後呢我跟我朋友就兩個人也不知道怎麼過去 就是可能就是先隨機找一個 然後找了以後到那邊 看看能不能拼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拼上 我都懷疑今天能不能玩上 反正這就是VLOG的樂趣嘛 然後你們看我又把頭髮染成黑茶色了 之前那個棕色已經掉的差不多了 我也實在忍受不了了 現在就顯得髮質好多了 而且好久沒有黑色頭髮了 是不是還挺寒的 第一次嘗試的一次這種咬唇妝 雖然咬的不是很明顯吧 總之我還對今天的妝容挺滿意的 我朋友今天說讓我畫精緻一點 說我今天是太邋遢了 看看今天精緻的我 哈哈 啊 成功會合和美女姐上面 我們要到旺金前面的那叫什麼通站下 這也有一個像可聲會的那個21街區 然後也是和聲什麼 然後再 對和聲麒麟社 然後 我們來看一看 前方出現人也多了 然後吃的 哎 唐葫蘆 你不是要唐葫蘆嗎 這個花椒粉還挺好吃的 所以我前幾天吃了 我剛打完疫苗沒辦法吃 打了那個新冠疫苗 這邊還有好多這種飯 會飯 我在網上看到過這家叫Hotty的炸雞 還挺多種類的上面 哇這家店就是很網紅的感覺 哇這看著是我喜歡的類型 我現在已經是北京商場神通了 哪個都去了 我們在車仔面那個四眼仔 點了一顆番茄牛南通心粉 還有港式奶茶 我們在某點片網站上本來看好的那個 劇本山他今天不開門好像是春節不營業 然後我就聯繫了兩個 好像就是要加他們微信一般都是 然後能拼的 反正看哪個能拼上吧 都在這片附近 我發現和尚麒麟會附近好多劇本山 我發現忘記這塊 好多我之前刷到的一些網紅店 這個傳說中的娃娃娃娃就在我身後 我現在在巴黎貝田裡面 哇好好看啊 草莓限定 手抓餅你出行了 你變成了香腸芝士手抓餅 這個利尼加薪的 還有這個布丁看著好好吃 還有栗子蒙古狼喜酥 還有這些好小好迷你 好可愛 這個感覺好學啊 蛋糕多拿 怎麼感覺這邊的巴黎貝田不太一樣 真的 我覺得這巴黎貝田就是跟韓國好像好多那些能吃到的很像 難道是因為它忘記了嗎 因為我在別的巴黎貝田感覺沒見過這些東西 好神奇 我們進到了這邊一個和尚麒麟會的一個神秘樓道 要上樓好像都在這種樓裡面這些劇本山 我們來了 這有兩層 然後旁邊是劇本 我們進來啦 然後在這一塊兒等著另外幾個人 我覺得就是跟不認識的人玩我是一種 射恐是非常的射死現場就有這種感覺 這裡還有店家準備這小零食 你們還記得那個 零食大王 雞里掛了雞里掛了哎呀沒找出兇手啊 然後我們現在七點多了玩了大概四個小時其實倒也沒那麼久然後呢入戲了以後也挺快的就過去了對 但是一直看還真的是就所有人圍在桌子上看我還以為要演啊什麼的 但是沒有換裝 對然後 148玩了這麼久還還挺好玩的反正然後然後跟別人拼的還挺搞笑的 最後還有一點點入戲最後副盤的時候有點入戲但是最後就是在那面有點尷尬就是尷尬出腳趾了我射恐最害怕的場面 其他時候都還好就最後好尷尬 現在我們要去吃我本來想著減肥不吃但是還是想吃我好不容易來忘記我想來忘記好久了然後我要吃韓餐手耳吸酒吧那個要吃芝士 我真可愛 晚上的忘金太好看了 聞到香味了看到我的愛了哇 芝士排骨 好多 我們打算要一個芝士炒年糕然後還有炸雞 又是炸雞我每天都在吃炸雞我還想吃炸雞我完了 雪花炸雞如果這個雪花看著不是很雪花呀 好吃 好燙 但是雪花味道不是很明顯但是很酥脆 然後也不是很膩 媽媽我又吃炸雞了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昨天晚上又偷偷點了你們知道沒錯 偷偷點了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熱熱的燙燙的奶酪炒年糕終於來了 我想了好久的奶酪炒年糕 也許剛打完疫苗不能吃海鮮不能吃那個魚餅 好想吃魚餅的 軟軟的 一不做二不休我要來拉麗杯甜買一個芝士蛋糕 還有一個草莓奶油芝士麵包 香香的然後草莓餡好香啊奶香味 好吃是真好吃的 永遠的神姿勢 然後我們半路走回家路上突然就打算去鬼街看一眼 到晚上的現在大概12點11點多 他從來沒有晚上去過鬼街 我在北京這麼多年要不然白火了 越看越喜歡我這頭髮和這妝 純魚 我到鬼街了沒有傳說中那麼熱鬧 然後也沒有很多人 不過確實晚上都開著 可能因為疫情也沒怎麼過 然後再加上春節大家都走了 那確實都是開到凌晨兩點左右 但是真的好冷清啊 我們搜查這家北平三兄弟好像上羊肉不錯 可以去看一眼 他一上了就上了個鍋 這清湯鍋也要前25 然後先切羊肉上 他現在都已經開了 但是我朋友去上廁所了 我現在不敢下 回來了 我們都是涮羊肉不專業選手 他這先切羊肉感覺還不錯 有點厚我不知道涮多久了 涮一個 好久沒吃山羊肉 麻醬還是很香 這羊肉先切得所以挺厚的 這個神奇醬我最喜歡的是這個花生粒 然後這些普通的醋什麼的 然後發現這個居然是山楂醬 反正如果我錯了請不要 但是我聞才是山楂醬 這個是韭菜醬的醬 我剛剛這樣上了一口 上了一口好像是腐乳 不是山楂醬我錯了 白菜上了 吃多嚼幾口還挺香的麻醬 然後加了點芝麻胡椒發生粒 我點的紅柳烤串和魚豆腐 其實好想吃他們家的麻醬糖餅 還有那個糖火燒 但是太晚了剛才已經吃過飯 還想點還想點蛋炒飯 大晚上感覺我都長豆了 好香啊 但是我好像不能吃辣的 這有辣椒 紅柳木口串 就不難嚼 還挺香的 我們走了現在大概1點左右 哎呀寬蕩的軌跡 那今天vlog就這麼結束了 一會就回家了 打了車然後 反正今天也 也又是